年庚瑶血洗将下针,黄四子应征火烧百官行术以后,康熙皇帝非但没有处罚年庚瑶,反而将其直接晋升为四川巡抚,用以表明自己对应征所为的默许态度。 只是年庚瑶一夜诛杀七百多人的疯狂行为,却让黄四子应征意识到年庚瑶的双刃剑属性,正如乌斯道所建议的那样,派个人叮嘱他成为了势在必行的事情。 根据剧情发展,我们知道监视年庚瑶的任务落到了李卫身上,对于这件事情的大致过程,我们先来予以大致分析,先是乌斯道提醒黄四子应征。 风将大力,大权在握,有原处属地,倘若捅出篓子,便是天大的麻烦,王爷不可不畏与朝谋啊,派个人叮嘱他。 于是黄四子应征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卫,只是年庚瑶毕竟是一方封疆大力,而且还是黄四子应征夺敌过程中的重要棋子,不能轻易表现出对其的不信任,更不能轻易得罪。 所以,如何才能让李卫合情合理地跟在年庚瑶身边,才是问题的关键。 那么,黄四子应征是如何安排的?我们通过两个人的两句话,就能大致推断出这个计划的大致脉络。 第一句,是高雾庸在抓获现场的一句话。 第二句,是年庚瑶在见到被绑着的李卫和翠尔,经高雾庸提醒后说的一句话。 我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啊,怎么这么不小心啊?你说你干这种事还不找个披静的地方,让四附近给抓住了吧? 这两句话能告诉我们最起码两方面的信息。 其一,四附近对于李卫和翠尔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。 其二,李卫选择的约会地点非常显眼,甚至就在四附近的卧房门口。 由此,我们就能做出判断出整件事情的脉络。 黄四子应征为李卫设计好了约会地点和告别理由,然后让李卫去找翠尔告别。 等到翠尔离开四附近的身边,四附近再派高雾庸前往设计好的地点,一举捉拿。 就这样,李卫和翠尔触犯家规,重则账毙,轻则遣送。 只是犯了错的李卫和翠尔,又该如何和马上就要前往四川赴任的年庚瑶发生关系呢? 注意,李卫和翠尔被绑的地点,被绑的地点就是年庚瑶辞别黄四子应征的必经之路。 就年庚瑶和李卫之间的特殊关系,他不可能不管。 再加上李卫和翠尔的求情,年庚瑶会替两人求情几乎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。 只是在此过程中的年庚瑶绝非任人摆布的棋子,而是用一招将计就计,将自己的权谋智慧发挥到了极致。 首先,我们来明确一个问题,年庚瑶对于应征派遣李卫监视自己的事情到底清不清楚? 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从年庚瑶的两句话中得出答案。 见到被绑在树上的李卫和翠尔以后,年庚瑶哈哈大笑,拍玩笑地给出了讽刺。 既然大家都知道四爷府是个铁门栓,触犯规矩肯定会受到严厉惩治。 和李卫翠尔关系如此亲近的年庚瑶为何一点也不担心,反而轻松地开起了玩笑? 因为从见到李卫的那一刻,年庚瑶就已经明确了黄四子应征的真正意图。 血洗江夏镇以后,年庚瑶不但没有受到康熙皇帝的惩罚,就连黄四子应征也只是训斥两句了事。 如今,年庚瑶又升任了四川巡抚生杀权力更大,黄四子应征就那么放心年庚瑶会乖乖听话不再惹祸? 要说不担心,恐怕连年庚瑶自己都不相信。 也就是说,黄四子应征会采取办法控制年庚瑶是必然结果。 而且,年庚瑶也非常清楚,然后就是年庚瑶辞别黄四子应征, 前往四川巡抚的灯口偏又遇上了只能自己才能救下的李卫和翠尔, 加奴干出这等伤风败俗的事情,正常情况下应该立即处理,赶紧遮掩。 可李卫和翠尔却被绑在树上等待处理, 而且还偏偏绑在了年庚瑶拜见黄四子应征的必经之路上。 所以,年庚瑶在见到李卫和翠尔的时候就能直接断定, 李卫就是应征用来控制自己的办法。 在李卫和翠尔相互表明了坚定的感情态度后, 年庚瑶又给出了这样一句话。 从年庚瑶的轻松表情、自信语气来看, 像是不确定行与不行的模样吗? 也就是说,年庚瑶笃定黄四子应征会答应自己的求情, 会给自己这个面子,因为年庚瑶明白, 应征等的就是自己的求情。 见到黄四子应征以后,年庚瑶开口了。 请主资将李卫和翠尔交给奴才。 这里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,求情有很多种, 可以求应征手下留情,顾念主仆秦义, 可以请应征将李卫和翠尔打发出府,离开京城。 可年庚瑶为何偏偏就请求让李卫和翠尔待在自己身边呢? 这就是年庚瑶的将计就计,就是年庚瑶全谋智慧的巅峰表现。 首先,既然自己被监视的结果已经无法改变, 年庚瑶倒不如争取个主动,落个坦荡光明的积极形象。 更重要的是,如果必须有人监视自己的话, 年庚瑶更希望这个人就是李卫, 因为让李卫待在自己身边监视,有着以下三个好处。 其一,就李卫和年庚瑶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言, 只要不背叛黄四字应征, 即使年庚瑶出现嚣张跋扈不守规矩的表现, 李卫也会想办法予以遮掩,会省去年庚瑶很多麻烦, 可如果换成其他人监视,年庚瑶就会成为透明人, 所言所行就会时时处处受到制约, 这绝非年庚瑶想要看到的局面。 其二,就李卫对黄四字应征的忠诚程度而言, 李卫能被别人收买而刻意挑拨陷害年庚瑶的可能性为零, 也就是说,年庚瑶不用担心李卫会陷害自己, 更不用担心自己的成绩传不到应征的耳朵里, 事半功倍,一举两得。 其三,作为黄四字应征的前邸奴才, 李卫忠诚机灵,能够获得应征青睐和重用的可能性极大, 日后官至封疆,位列朝班也不无可能。 也就是说,年庚瑶主动选择李卫, 也有着为日后试图发展考虑的成分。 对于年庚瑶的求情,黄四字应征如此回应, 怎么,是狗儿向你求情了? 正常情况而言,应征是不是应该先问,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或者你听谁说的? 你怎么就肯定年庚瑶会看见李卫? 你怎么肯定李卫就会向年庚瑶求情? 还是一切本就是你的刻意安排, 等的就是年庚瑶求情? 很明显,这是应征一次严重疏忽, 几乎将整个计划直接暴露。 除了这个疏忽外, 四伏镜的在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。 府上的前邸奴才离经妇任前来辞别, 你一个王府内眷出来干嘛? 应征同意年庚瑶的请求后, 我们再来看一下四伏镜的一句话。 这府上的规矩你们不是不知道, 这一次只把你们遣送出去, 王爷已是格外开恩了。 高无庸, 奴才在。 你到账房去领两千两银子, 一千两给李卫到四川安顿家事, 一千两给翠儿办价了。 这, 既然遣送都已经是格外开恩, 您这又送安家费又送嫁妆钱的表现, 又该怎么算? 这叫遣送吗? 这叫赏赐, 而且是重赏。 这分明就是犒赏李卫和翠儿, 为监视年庚瑶做出的牺牲。 而年庚瑶也只能乐呵呵地主动要求, 让李卫控制住自己的人, 让那串佛珠控制住自己的心。